歡迎收看今天1月6號晚上9點鐘的三立全球財經 我是王志玉 今天的這個台北股市 應該是讓大家一場震撼教育 那麼其實呢 也不只是台北股市 今天可以說是亞洲股市哀鴻遍野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那麼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在裡面 包括了我們看到了在歐洲 現在希臘是不是又再度出現了 讓大家擔憂的狀況 另外呢就是油價持續的下挫 那麼其實呢 這個國際間 這個大環境 讓大家覺得很憂慮 那麼談到了台股當中 那麼今天就好好帶大家來解析一下 為什麼今天中錯 很多股票買了之後呢 馬上現買線套又該怎麼辦 好 我們先來看看 那麼這個是今天1月6號 我們定義它叫亞洲股災 因為呢 其實在亞洲地區 大家的跌幅都很深 包括像日股中錯了3% 韓國股市呢 也跌了1.74% 我們台股中錯225點 那麼今天呢 我們看到最後收在9048 我們跌幅超過了2% 到底怎麼看呢 我們趕快請到專家 今天我們現場請到專家呢 包括了成通投顧的副總 陳家瑋 家瑋你好 志祐好 全國觀眾大家好 好 還要介紹的是華信投顧的總經理 先文文你好 志祐各位觀眾大家好 投資家日報的總監 神慶龍 慶龍你好 志祐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我們看到了這樣的一個數字喔 其實大家真的是蠻憂慮的 特別的是在亞洲股市跌點都還蠻重的喔 那麼台股今天又重錯200多點 請教一下家瑋 接下來呢真的要開始一個波段的下跌 還是說我們不用那麼樣的憂慮 其實我覺得觀眾朋友不用這麼憂慮喔 因為你可以看一下台北股市從8501反彈以來的一個架構喔 那這樣的一個走勢基本上就是一個標標準準的多頭走勢 其實我們看一下我們還沒看到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看到了一個多頭走勢 其實他並不是一個每天都上漲 叫做多頭 他在多頭一定是一個不斷的創新高之後 他會出現一個小壓迴 然後創新高之後再出現小壓迴 那各位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每一次的長黑報大量的隔天 台北股市就開始上漲 8501的這裡是如此 十二月十七號當天是出現了俄羅斯的一個股債風暴 是 報紙上出現俄羅斯股債風暴之後 當天台北股市也是大跌一百二十二點 然後呢隔天開始台北股市急速的一個上漲 又創新高來到了九千三百三十八點之後呢 出現回檔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最重要的是 這一條紅色的是季線 那季線現在已經從原本的下彎走平到上揚 所以我的預計在明天來講的話 台北股市如果有開低 他會回撤這個上揚的季線 那一條上揚的季線就會變成是一個有明顯的支撐 所以我的看法還是不變 我還是認為台北股市會在農曆年之前 他可能會用一個很快的一個速度 去過這個前波的一個高點 所以在明天來講的話 我覺得投資朋友不用太擔心 應該是只有一日反應 真的齁 所以明天如果再看到了這個碰季線 應該很快就會反彈 這是家瑋的看法 好 那麼應該可以讓大家稍微吃下定心丸 因為你知道昨天 昨天的紅台股也在點 很多人卻是去搶了一些人氣股 好 我們來看到如果 如同這個家瑋所說 多頭還是有發球權的話 哇 這個昨天去追買 去融資買一些人氣股 現買現套的朋友 應該不用太擔心了 好 我馬上幫大家整理出來說 昨天看到了融資增加的這些個股 特別都是盤面上的人氣指標 昨天甚至還有很多檔拉到漲停板 結果今天全面重挫 我們來看看有哪些 包括了像華邦電 這個低潤最近也是夯得不得了 面板的群創 哇 今天跌了3% 聯電的部分 全職股今天是不是被外資提款 也跌了3%多 南亞科 哇 這是最近超強人氣股 今天重挫4.6% 鴻海的部分今天也跌了3個百分點 彩晶跌 玉創跌 合金也跌 這些都是昨天融資再增加 好 如果你也是其中一員 我們昨天買今天盲套 到底該怎麼辦 我先請教一下文恩哥 你覺得怎麼辦 首先我們現在討論一下2317鴻海 那麼鴻海的話 基本上如果說單純就它11月份營收 那就好的破表 對 5千多億創下一個所謂歷史上面新高 那也證明了iPhone6 我講坦白真的賣得非常非常好 那麼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籌碼面的部分 目前鴻海的融資張數是三幾萬張 可是融券只有一千多張 所以它不具備軋空的題材 那如果說就殖利率的觀點的話 鴻海過去的一個殖利率 大概只有3%左右 所以說殖利率也不會算是很誘人 可是問題重點在於說 如果說你是持續觀察鴻海 它有多重的題材 它除了i-reel的題材之外 那麼你也知道鴻海幫Softbank 也日本的軟銀 組裝所謂的機器人 是 那個叫做什麼Tuby Ruby 我搞不清楚 然後今年要開始開賣 今年六月要開始開賣 甚至也幫那個Google 組裝那個機器人 然後甚至於未來在中國大陸 也有可能去組裝Tesla的一個相關汽車 所以說基本上就整個題材的角度而言的話 我認為它是有機會的 可是問題 如果說你是把鴻海當作期貨做 你做很短的話 可能短線上沒有什麼機會 為什麼 因為你仔細觀察 它的一個所謂今天的法人動態 今天法人一口氣還賣超了3.8萬張 而且呢 它是屬於相對大凡弱勢 這個問家瑋兄都知道了 相對大凡弱勢的股票的話 你要寄望說短線上出現大力彈生 那是有它一定的一個難度 文哥那我想請教 昨天買了今天套了 那我該怎麼辦 鴻海 所以說如果說你是一個 long term horizon的 你是長線投資客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續報 你把融資換成線 那我如果是短線很想趕快賺錢的 那你可能就要停損了 沒辦法 因為今天外資一口氣還砍了3.8萬張 而且來導播 你看一下它進入現行 如果說我們仔細觀察一下籌碼 為什麼現在外資具備一個 撐盤控盤的要角 因為仔細觀察 外資針對鴻海這家公司 三大法輛這家公司 是賣多於一個所謂的賣 所以說你在第一時間 你去買相對大盤弱勢 你把它當作短線當沖的標的 那是不對的 而且鴻海股本是這麼樣的大 它不是這樣輕薄短小 像太陽能一樣輕薄短小 所以說如果說就短線客業的話 我當然建議說你應該停損 不要傻傻去跟法人對坐 畢竟現階段的話 如果說你單純就成交角度 法人真的具備一個 所謂的控盤的一個所謂角色 好那同樣也是跟鴻海一樣 全值的聯電 我們看聯電同樣 今天也重挫3.3% 請教一下慶龍哥 那聯電又怎麼辦 昨天馬上買 今天就套了 其實如果就聯電 它的每股進值 其實還弱在17塊多 17.02 即使今天的股價 其實它的每股進值 比它還不到一倍 其實它目前就股價位階來講 其實是相對較低基期 尤其在晶圓代工的 另外一家廠商台積電 市值不斷在創歷史新高的同時 其實聯電它基本上 其實是有一定的防禦的價值 但是既然是防禦的價值 那就只是防禦的價值 你很難去把防禦性的股票 當作非常積極的來做操作 這是第一個必須得去注意的 那第二部分 其實我們看到聯電 它接下來的一個營運 除了低股價進值比之外 另外一個其實我們看到了 它第四季 應該會產生一些 不錯的匯兌的收益 我們預估其實新台幣每貶值1% 將可以提升聯電 大概0.4個百分點的一個毛利率 所以我們看到第四季的新台幣 貶值了將近4個百分點 其實我們預計可以提升聯電 大概23億元的匯兌上的收益 那23億的匯兌收益 轉換成EPS就可以貢獻0.185 大家知道嗎 聯電去年的第一季才 EPS才賺0.09元 所以它光是匯兌的收益就可以讓它比它 第一季還要多賺很多 所以基本上我們預估 今年的聯電至少應該有機會來 EPS有機會挑戰0.8到1元之間 那就這樣子的條件來講的話 我覺得就防禦價值來看 其實是可以去考慮 那畢竟還有另外一個 我覺得聯電這邊可以衍生出 其實我後來蠻好奇的去統計 目前台股股價進值比不到一倍的 高達多少檔股票你知道嗎 高達了375檔 所以其實目前其實台股 到處都充滿了非常物美價廉的一些標的 所以我覺得投資人不妨利用這段時間 台股可能出現了 因為國際的一些金融的一些系統性風險 造成盤面不穩的同時 去尋找一些低股價進值比的公司 同一個時間 它未來還有一些營運的成長性 這個時候不妨去切入 讓你就可以贏在一些 應該說就可以有機會贏在起跑點上 對 所以趁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這個台股重挫 大家來挑一些這個CP值高的股票 那就要這個待會兒要請好好 這個慶榮跟我們分享 不過呢我們還要來請教的是 甲偉 你看南亞科 南亞科這兩天 其實我們節目上昨天也特別談到他 說他有前景說他會漲 結果你看今天重挫4.6% 大家跌倒了 好 南亞科又怎麼看他 其實我常常跟觀眾朋友講 我說你如果你要買股票 你一定要買最強的股票 那南亞科他無疑就是近期台股裡面 盤面上最強的股票 那最強的股票 其實他會自己保護自己 很多人都覺得說南亞科漲多了 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他減支的那一段 他減支的那一段 因為你如果他減支的時候 從六月重新掛牌的時候 他的股價其實只有80.8塊 那80.8塊到了今天的一個盤中的高點 89塊多 你其實你去算一下 其實他漲幅只有10% 其實只有10% 所以說呢在今天的兩萬七千多張的 這樣的一個成交量來講的話 他不應該是屬於一個高檔的爆量 他應該是屬於一個換手量 因為你看他的EPS 他到了第三季已經賺了8塊多 那是不是說到了103年 等到明年去公佈 今年的一個年報的 去年的年報了 到今年去公佈去年年報的時候 就會變成EPS會超過10塊 那超過10塊的話 一檔公司你去想 過去他的兄弟公司花雅科 股價可以從2塊錢漲到60塊 漲30倍 對不對 那漲30倍 那南亞科他現在才漲了10% 所以我覺得這種台股最強的股票 他是有保護自己的能力 所以在今天的這一根 這個黑棒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只是一個 屬於一個換手量 很有可能就像我剛剛講的大盤 如果明天開始直播往上衝 南亞科他很有可能 還是又會變成盤面上最強的 他本來就是最強 對他本來就是最強 那同樣也是D-RAM 華邦店呢 慶榮請教一下 是其實華邦店 其實是我一直還蠻看好的一家公司 而且我認為他的 這幾年的營運 才正要開始起飛而已 尤其在前兩天 其實我們有看到一則新聞 其實就是華邦店 其實跟美國的一家 D-RAM廠美光 其實兩家攜手合作 去共同進軍物聯網的商機 這過去來講 其實是很難去想像的 那美光願意跟華邦店 共同攜手進軍物聯網 其實他一定有他過人之處 因為其實我們在看 台灣的所有的D-RAM廠 即使是南亞科或是華亞科 台灣的D-RAM廠 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宿命 就是他們有一個技術的根 所有的技術都掌握在 所有外國廠商的手中 那國內的D-RAM廠中 只有華邦店 自己有自己的專利的技術 因為它最主要是來自於2009年 華邦店它的母技術廠 是來自於日本的耳壁達 後來他們決定中止跟耳壁達 之間的那個技術的一個授權的關係 雖然一度讓華邦店 已經遇到了一些困難 但是他們兩從2009年開始 就一路的跨入到 D-RAM的自主技術的一個掌控上 在D-RAM自主技術的掌控上的時候 目前我們看到這幾年 它陸陸續續研發出一些 讓人家業界眼睛為之一亮的一些成果 其中有一些有一個產品叫NoFresh NoFresh其實在一開始 這一兩年的時候 華邦店開發出一款全業界中 就全球中最小的 最小的一款NoFresh 而且它最小的空間 比原來傳統的整了百分之八十 甚至它更低功耗 它的容量更高 所以在這過程中 當所有的一個智慧型手機 開始進入到輕薄短小的時候 這種更輕薄短小的NoFresh 自然就會拿給很多的業界採用 那這個是智慧型手機 一年的智慧型手機 全球的銷售量只有12億台而已 但是我們看到美光 它跟華邦店的合資 其實未來所謂所佈局的 是一年有250億的行動裝置 所以其實它的前景 聽靜雯講起來 其實前景是非常看好 而且它有獨步全球的技術 所以就算昨天買今天套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我覺得只要大概在美股 淨值附近買到它的話 其實基本上你長期去持有這家公司 以它目前它所佈局的一個物聯網的 一個市場來講的話 其實應該都會有些不錯的成績表現 是 所以其實要成為盤面上的人氣股 它當然是有一些基本面 在後面做支撐 所以就算大家昨天買到了 今天馬上就套牢 我們忍一下好了 忍一下明天看看狀況 我們持續請專家幫大家來做追蹤 好 那麼今天呢 我們要馬上帶大家來 繼續關注的這個話題 全世界大家都聚焦在這裡 希臘 為什麼說跌得稀哩花啦 很多人說今天呢 我們看到了這個包括了在昨天 那麼歐美股市大家都在擔心它 所以呢 大家的股市都做了一些反應 一月二十五號關鍵時刻 我們要看的就是希臘的選舉了 大家很擔心喔 這次希臘的選舉 會不會讓他退出歐元區 會不會再有所謂的歐債危機 大家真的怕得要命 我們趕緊請文恩哥 文恩哥趕緊去幫我調查了 說這個希臘現在他們的選舉 大概狀況怎麼樣 好的 那如果說就目前的一個所謂 民調數字來看的話 我們可能從手版上面看 看得很清楚 紅色的部分它所代表是反對黨 然後藍色的部分它所代表是直政黨 那等於說中間的差距 差距大概3%到5% 那你也知道說反對黨 為什麼這次聲勢浩大 因為最主要原因呢 經過這幾年的一個所謂的 尊敬情況之下 其實希臘的人民苦不堪言 失業率高達25% 可能很多人搞不清楚 失業率高什麼叫25%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這邊總共有三個來賓 外加一個主持人 我們裡面的話 其中有一個明天就要失業了 還好我們不是年輕人 對 因為年輕人失業率還高達 誰說我們不是年輕人 你曾經年輕過了 你旁邊都年輕人 還好不是年輕人 因為現在年輕人 被拖架很困難耶 你剛才的意思 年輕人失業率還高達 將近有5成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最主要原因 就是來自於他們之前 所實施的一個所謂的尊敬 那尊敬的情況之下 不管包括私人企業 或公單位的話 他整個聘僱人數 一直大幅度的一個衰減 對 衰減的情況之下的話 那就造成失業率的一個 所謂大幅度提升 所以所謂的左派民調領先 那麼左派指的就是 他們不要再這樣尊敬 不要再過苦日子 對 然後右派的話 就是要遵循ECB的一些 就是要乖乖待在歐盟當中 沒錯 然後現在我們看到 這樣的一個民調數字 就是左派 他們可能願意退出 歐盟的這一派人 沒錯 沒錯 他們現在民調領先 我們來看到 他們到底是做給選民 什麼樣的承諾 那麼三位專家 我們一起來看 看了 我今天看到這個資料 我想說傻眼 說怎麼有選民傻傻的 會覺得他們這樣 是有可能做得到 好 我們來看到這個左派 左派他們的黨派 叫做這個Series 好 那麼他們說呢 給選民說你選我 你選我的話 對債權人檢記 這什麼意思 比如說你欠我 欠銀行錢 你如果欠一萬塊 你就還五千之類的 沒錯 給你打折 少還一點 有這種事情 好 然後再來呢 我們看到他說 國家的支出要激增 為什麼 他說我會給你免費的電力 給你免費的醫療等等 這是他對選民做的承諾 那麼很多人寫說 這是空投支票 你做半道嗎 然後他說沒關係 錢的問題 一切由ECB融資 ECB是什麼呢 就是歐洲銀行 然後你有沒有問過 ECB要不要給你免費 很可愛 再來我們看到他說 他要對富人課增薪水 其實看起來呢 大家會覺得說 這有可能辦到嗎 我請教一下文翰哥 是 他們這樣的一個政見 當地人 希臘人都OK喔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喔 失業率高達25% 年輕人失業率高達50% 所以說他這次選民的結構當中的話 我們發現有很多年輕人 他是支持左派的 你懂意思嗎 反正我本來就沒有飯吃啊 我繼續尊潔下去 我還是沒有飯吃 那我倒不賭這一把 而且還提供免費的什麼交通 還有時數 還有包括一些所謂的醫療設備 都讓你免費 等同於 我是覺得為了選舉 好像大家很像 有點像台灣喔 之前的政見 大家在吵說 我給你一個什麼 如果說你投誰的話 我們台灣可能跟ECFA 沒有什麼 可能沒辦法進入ECFA 那些有相關聯盟 等於說大家都是把經濟 當作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那當然如果說 我們回過來看一下 十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它有一些小小的一個所謂的 很奇怪的地方 跟大家稍微報告一下 因為當年的話 2012年的話 當初整個歐洲金融危機的話 當時的一個所謂公債殖利率 高達35% 你只要願意投資100萬 你可以賺35萬 利息錢喔 那麼這一次的話 其實它的狀況 比2012年來的嚴重 可是目前公債殖利率 大概只有9點多%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一個所謂的差別呢 因為其實呢 還是有很多民眾講說 奇怪的 我真的很支持你左派 我真的非常非常支持左派 可是問題 如果我投給你的情況之下 是 靠腰啦 每一刻說把我們趕出去 如果趕出去的情況的話 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就退出了 一個所謂的歐元區 那退出歐元區 我們用我們自己本國的貨幣 我都要請問大家 那怎麼樣兌換 根本沒辦法兌換 沒有人要跟你兌換的啦 因為大家一定想盡辦法 去排斥你嘛 那如果說沒有辦法兌換的情況之下的話 那我請問大家 會造成擠兌 那擠兌之後又變成資本管制 會變得更不自由 所以想說 我還是留在歐元區就好了 所以希臘人現在 他們有點想通了對不對 這種空投支票 還是覺得不太能實現 就是 你可以看到最近民調的數字 它是有在做一個 小幅度的一個縮減 小幅度縮減啦 反正就一般人而言的話 當然我現在如果說有工作的話 我當然希望說留在歐元區 反正那百分之五十 十一跟我們沒關係 好那現在這個民調 其實我們從歐洲股市 也看得出來 稍微看得出端倪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 這個歐洲股市的一個表現 我們來看到今天 那麼一些歐洲股市 其實它的股價上 已經開始有點開始做反應 上次我們看到這個英國股市 還是還在跌的 那麼但是我們來看到 在德國的部分 那麼德國部分 今天漲了 而且漲了快要到1% 所以其實我們從德國 稍微看得出來說 是不是他們對於這個 希臘的危機 稍微的已經沒有那麼擔心 應該這樣子講 他們想說 梅克爾當然也是講氣話 為什麼 因為其實如果說 你仔細觀察 他們裡面的note的話 你可以發現一個狀況是說 梅克爾其實跟法國總體 他們都強調的重點說 我們要維持 我們整個歐元的統一 是非常非常艱困的一件事情 可是無論如何 我們還是要把它維持住 因為如果說今天 希臘真的退出歐元區 那包括其他 現在過得苦哈哈的 包括西班牙 包括葡萄牙 之前在那邊海邊 在那邊曬太陽的那一些年輕人 他們也想盡辦法 退出所謂的歐元區 所以到時候會造成 歐洲更大的一個所謂混亂 所以基本上我是認為 現在等於說 除了二十五號 我們觀察投票的結果之外 還要看二十二號 因為二十二號 ECB它有一個會議 有關於一個所謂的 再QE的一個狀況 因為等於說 他們現在的話 就整個ECB角度而已 他在想說 我到底二十二號 要不要推出新一輪的QE 也就是量化寬鬆的一個所謂購債規模 那如果說牽扯到量化寬鬆的 一個所謂情況之下 他不只要購買德國公債 他要購買希臘公債 可是現在ECB又要想一件事情 所以等於說這件事情 有點變羅生門 如果說我決定 再一次推行QE 我勢必要購買希臘的公債 可是我買完之後 二十五號投票 左派真的贏的情況之下 他們真的也退出了 一個所謂歐元 那我買你公債要幹嘛 對 我就倒了 我就倒了 我們本來就變廢紙了 所以說現階段的話 等於同於就ECB角度 他講反正他有一點頭痛 不過如果說以經濟排 還有最近我們所看到民調數字 其實有在做一個小幅度的一個所謂拉鋸 我基本上我認為 應該跟英國跟愛爾蘭 那時候一模一樣 記不記得 當時英國跟愛爾蘭的時候 愛爾蘭宣布獨立喔 獨立喔 電影很多人放炸彈 結果也沒有過 對對對 然後擺明了 愛爾蘭好像會贏 真的會獨立 結果在整個卡麥隆 一直溫情喊話之下 哇 經濟優先 所以說我是認為 對 還是大家 其實我們從這個歐洲股市 今天的表現看出來 好像這個危機好像沒有 剛剛出來的時候 那麼樣的令人憂慮喔 好 這個是在希臘的部分 那麼再拉回來 我們要帶您來看到的是 今天我們還看到了一個新的話題 之前的護港通吵得很熱 現在呢 又有新的一個想法被拋出來 誰講的 我們來看到這位是對岸的 李克強 強哥 好 他的一席話 入股乾坤大挪移了 怎麼講呢 我們要馬上先趕快帶您來看 雅谷今天是中錯的 我們甚至認為這是雅谷的股災 但是呢 我們來看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好像有一種管你的 我漲我的 上陣呢 我們來看到今天漲幅雖然不大 百分之0.03 但是我們來看 深圳指數部分 大漲一%多耶 為什麼呢 因為強哥說了什麼話 來 我們趕快來看 強哥說的話呢 就是互港通之後 我們應該要有深港通 深圳跟香港 也要讓他股市可以互通 而且呢 時間點現在都已經出來了 最快今年的上半年呢 就要發佈 深港通的指導方針 甚至呢 現在對岸的一些媒體報導 他們說 深港通應該最快最快 就在今年第四季 就可以看到他了 好 那麼到底呢 這個深港通 馬上在今天呢 我們看到一些國內的ETF 都有反應喔 特別呢 之前跟上陣連結的 今天漲幅還沒那麼大 但是呢 跟深圳有一點點關聯的 ETF 今天就有漲幅了 對不對 其實因為 互港通 已經讓上海的一個股市 其實已經有一波 不錯的資金的挹注 那這個時候 在所謂的深港通 那當然對深圳 其實就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我們過去很多的投資人 一直沒有辦法去理解 甚至很多的一些國際的投資機構 在看入股 在拼命在往上漲的時候 在那種牛氣衝天的往上衝的時候 就一直很難擺失不得其解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所有中國的經濟數據 其實都不好 不管是GDP 或者是他們製造業的採購人 經營的指數 其實最新所公佈的 還創下最近七個月來的 最低的數字 所以按照這樣的情況下 為什麼股市有辦法牛氣衝天成這樣 歐斯那個德國股神 歐斯科安寧 其實他有講過 股市要漲跟基本面沒有關係 他只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叫資金 第二個叫信心 我們看資金面的部分 上個月12月 上海的股市加深圳的股市 一個月的成交量 就高達91兆台幣 相當於台灣四年的總成交量 好恐怖 中國大陸發瘋到 聽說連和尚都去開戶了 和尚去開戶 他們買股票 他們把那一套 就是過去很多那種中國大媽 到全世界採公LV包包 那種大手筆的行為 複製在股票市場中 他們過去中國大媽 在買那個LV包包的時候 是進到LV的店裡面 去說架上這個不要 其他的全部打包 那現在他們去買股票市場 也是進到證券業廳裡面 這個這個這個不要 其他的我全部都要買 我講的一點都不誇張 很多溫州的商人 他們把那個打 那個那個所謂的 炒房地產的資金 全部移轉到股票市場的時候 怎麼買 就是這個這個這個 可能跟我八字不合 其他的我全部都要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也造成了這一波 即使我們看到 中國的一些經濟數據 表現得不是很好 但是它的市場的表 就是股市還是一飛沖天 最主要是資金大規模的 不斷的湧入 那在所有的散戶 大規模的湧入之下 加上政府政策又偏向於利多 不管是中國人行 透過降息 或者是透過一些技術性的調降 存準利率 甚至我們的強哥又再一次預告 深港通 今年一定會上路的情況之下 讓中國大陸的股民非常有信心 那我們台灣的股民 我們要怎麼樣跟跟他沾上邊 那唯一的方式 只能買ETF對不對 不一定 你可以直接到中國大陸去買 應該是可以 我們死守台灣 然後買ETF 但是買ETF 還是要給投信公司賺 買ETF有美感對不對 像是上陣二差 那個沒有深港通 沒有深港通 對啊 所以我們要去買哪一種 所以其實我們看 目前台灣的ETF 其實有大概這六檔 大家可以連可以去注意的 那基本上 如果大家看到這個原上陣 或是FB上陣 那個都是上陣 這都是上陣的部分 那其實會有一個跟跟深陣有關係的 其實就是FH護升這個部分 還有保護升 不過保護升 其實又是連結香港的 所以最直接的應該其實是這個 這個應該FH護升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我們看到去年一整年 中國的股市已經上漲了50% 看起來很嚇人 但是你看它的股價進值比 其實都不高 即使你看上陣的股價進值比 也做大概1.15 然後像FH護升的也做1.0 其他都在1倍左右 我剛剛一開始的時候跟大家講 台股目前有300多檔的股票 股價進行不到1倍 那時候大家覺得好便宜 是 我們換算成大陸的股市 現在基本上股價進值也才剛來到1倍 所以他們也算便宜 所以基本上在這個相對低基期的情況之下 加上有些政策利多的一個刺激的前提之下 那當然這一波中國的股市牛市會衝到哪裡 我覺得我們可以指那個所謂指日可待 是好非常謝謝慶龍 那麼這個買ETF 那麼過去呢我們就是ETF 這個胡亂買 這個上海指數深圳指數都在講 但是現在深港通知來了 如果你要可以跟深圳沾的上邊的A兩島 一個是保護生SFH 護身 大家要做一個參考 好我們休息一下囉 下一段回來 那我們要請三位專家幫大家來挑出 接下來的黑馬骨在哪裡 馬上回來